大年初一的早上还有一家早餐店在开的 来这里吃个早餐再上班 过年期间早餐涨价2元 平时4块钱一个长粉 现在要6块,涨价50% 也还能接受,就算它涨一倍也要吃啊 吃饱了就开工了 今天外面下的大雨 很多人要出去走动的 生意会很好 广州人喜欢大年初一去大佛寺 海童寺啊,六永寺啊,关校寺这些地方去拜一拜 基本都是在老城区那里活动 所以你看这些单接都接不完的 很多都要加价 自己加10块钱红包 然后平台又加钱 等于一个起步价都32块钱了 乘客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 都快赶上上海的起步价了 32块钱啊 现在我接了一单距离只有1.2公里的平台 奖励10块 乘客自己加10块 起步价12块 到手就有32块钱了 几分钟就能搞定 现在去接乘客 然后到达目的地附近 到达目的地附近 本次导航结束 全球证明活动的结果 到达乘客上车地点 请耐心等待乘客 从接单开始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 前后的不用10分钟 32块钱到手 微信收款20元 好 谢谢 慢走 小北路这里还是很多外国人的 你好 去哪里 你好 姐姐 你好 去哪里 长榜 长榜 花费免费吧 免费 又下雨了 外面好多人在等车 现在都是无缝链接 这边的客竿下 那边又有人等着上车 你好 去哪里 出一半的 潮也快 潮也快 到去看吧 你好 三点好 回频道啊 哎呀 很惨的 这大根子 好 今天一整天都是在市区里面跑 没有去高铁站机场这些了 因为过年之前该走的已经走的差不多了 现在的客都是在市区里面溜达的 可能过完这一两天管住的人就稍微会少一点 所以今天就早一点收工了 去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